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传统戏曲和木偶戏 曾是农历七月的长青余星节目 虽然方言流失导致演出场数一年不如一年 但是也有老戏班毅然突破传统 通过引进海外艺人 以及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 成功吸引年轻观众捧场 来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 1930年成立的星河平木偶戏班 是本地唯一能以星化方言演出的木偶戏班 班主感叹农历七月的场数逐年减少 昔日风光不再 不是像以前很热的 新加坡拜这个普渡的人满街都有 现在看来越来越差了 再看做五年看看 如果没有人做我就收掉 而职业福建西班小洞天的木偶戏场数 也比四年前创育时少了三成 西班希望从外地引进心血 吸引观众回流 我们的老板也是年轻的老板 30多是40岁 所以他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说加入台湾的人加入 会比较热闹 有人看 老赛桃源潮剧团则在第七代班主 沈伟俊接棒后 开始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宣传 成功掳获一批年轻观众 因为我们可能经常在社交媒体 都有上载照片以及视频 那吸引了很多的网友去看 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把这朝曲团带入校园 以及博物院 那可以通过这些活动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沈伟俊今年五月也接手 老赛宝峰潮州铁织木偶戏班 目前还在寻找表演艺人 以重振旗鼓 感谢观看